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到家过来接我 不是 现在 现在去公司啊 有什么问题吗 那倒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 现在这个时间嘛 我才 原室又睡不着了吧 现在马上过来接我吧 好 回来 你愿进山的光 我都会珍藏希望 能否凭你受过的伤 你幸福的模样 就是我的太阳 牵着你手走到天荒 看天上闪的光 爱就像这样好好 莫菲我说你冷静冷静冷静 我没有想什么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睡得好一点 没有别的任何的想法 没想什么呀 我睡挺好的 那你吓死我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想上个厕所 你是插米打过来啊 也是 这个时候 国内应该是晚上吧 晚上了 那应该睡了吧 那肯定呀 那不睡肯定精神有问题 莫菲 你谁发微信呢 机场那男的吧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不是我男朋友 那我怎么觉得 你们两个看起来有点 反正我觉得他看你的眼型不对劲 你俩肯定有事 没有 他可能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可能 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怎么还可能有女朋友呢 因为 因为大家都说他和一个大美女在谈恋 我的天哪 我说亲爱的 人家说什么你就信啊 你们这种事得自己问他 你还没问就这么确定 不过呀 我觉得像你们两个现在这种关系呢 处于一种 暧昧气吧 这种关系我特别会处理啊 你拍一张照 拍个朋友圈 看看他什么反应 一下就知道了 发朋友圈 你要发了一张照片 他要是给你点赞了 就说明呢 他对你有兴趣 他要是跟你评论了呢 我就觉得他 喜欢你 如果他要马上跟你发微信了 那 那代表什么呀 那他就爱你爱得不行了呀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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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是真的放下来的 哥 你说我把啥放下了 你能不能把这些文件拿回你办公室去弄啊 好 能 那我走了啊 哥 走了 走了 这怎么 这什么法 我知道 我知道 他这个照片有点丑啊 你不觉得吗 真好 这张好好看啊 我好羡慕莫莫菲姐啊 是吗 我又想去巴黎了 是吧 你看看 你看什么呢 去巴黎的机票呀 你 你去巴黎你不训练了 林大老师不把你腿打断 你冷静一点 真烦 算了 反正 最想去巴黎的那个人也不是我 那是谁啊 天天晚上在家睡不着觉瞎折腾的那个呗 我们该训练了 走